就把它放上去,當然 其他如果你覺得這些相關的影片 你覺得還想要多知道一些Excel、VBA相關的 這些學習的話,那其實在YouTube上面其實還蠻多的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的話,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有一些吧,第一個就是你教學論壇裡面 我這邊有其他上課的錄影,如果你想要 看到的話,不過這個可能要先登入你的Google帳號之後 然後再加入那個什麼 就是在申請加入這個論壇,裡面其實有很多 其他地方像那個台師大上課的那個影片啊,就是一整 一整個學期的影片的那個錄影,那麼你們也可以 再看看有沒有必要,想要再多學習一點 當然這個工具你越熟的話,將來對於你 將來畢業就業上面其實絕對有幫助啦 OK,而且自己會覺得說好像自己多一個 專業技能 那你將來在那個畢業的時候 履歷表上面也可以多寫一個項目,你至少會 熟悉Excel 而且甚至你會寫VBA程式 這感覺其實跟 其他的那個就是 這個大學生比起來,哇,你其實不一樣了 相對有一點專業啦 OK 然後上個禮拜呢,我們主要是 針對那個樂透彩這個範例 就是 這個範例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就是 我把它打開一下好了 裡面的話,其實就是有兩年的那個中獎的號碼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規則的話就是1到42號 有沒有,1到42號 那如果1到42號呢,我希望把這個 101年 跟102年的那個機率算出來,把它加在一起 只有排一下名 然後呢,幫我找出那個前10名的那個 中獎號碼 那這要怎麼做 當然呢,不是叫你用眼睛看啦 用眼睛看,這號碼這麼多 光這些號碼的話,這邊有7個號碼 那7個號碼加上997 大概693個號碼 那你要怎麼知道1號 在693個號碼裡面呢,出現的 先不要講機率啦,你先講次數好了,你光要算 算這個次數,我看你就算到頭暈腦脹了 那更不要說呢 你要去統計每個號碼,哇,那要算多久 可是呢,如果你會用一個函數叫conif的話 其實就簡單了嘛,有沒有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要算次數 就先用conif 然後呢,針對 那個範圍 所以我們有定義一個名稱嘛 那個範圍就開講101 裡面的1號出現的次數就算出來 那1到42號 全部就一下就算完了 我是覺得方便非常非常多 有沒有,1到42號 那算完之後呢,再除以它的總共的那個 號碼的數量 那其實就可以算出 它的機率了 那最後我是用那個1萬當分母啦 就是1萬次 出現 1號的機率是 245次 OK 那所以其實很 這樣的方式呈現啊 我是覺得就會比較友善一點 你看,就知道了 1萬次出現這麼多次 那到底哪一個是第1名 可以用來看一下 1萬次,這個好像比較多 這是排名第7的 那當然我要抓的話 一定是 抓出那個機率最大的啦 不是抓機率最小的 把它排名 所以呢 先抓出 101、102 然後再抓出什麼 它們兩次的機率 然後最後再把它排名一下 那排名的話是RANK等於EQ 最後 當然如果希望呢 可以把它這個顏色標註 成黃色的底的話 如果小於等於7的話 把這個底色變成 黃色的 油漆桶 那 當然喔,如果用人工來做也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們大概有兩個方法,一個是 用那個設定化格式新增的規則 另外的話就寫VBA啦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就是把VBA寫出來 VBA大概這樣啦 就是第1個 先把它先清掉 第1個 總共呢,上個禮拜 主要是做了有6個按鈕 那這6個按鈕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 3組啦 這個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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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它的效果大概是這樣啦 就是按一下樂透彩 把這 這4個欄位的資料 向下幫它把公式填滿 然後再清除 第1組是這樣 OK 那第2組的話就是 當我有輸出結果之後的話 把這個格式標註成 如果小於等於7的 號碼 幫我把它的底色變成黃色 OK 寫一個VBA程式 再這樣 點下去 這邊就有了 OK 清除的話就是把它底色 變回沒有顏色 就是無填滿的意思啦 這個是有加嘛 有點像一個是油漆桶 填滿成黃色 那一個的話就是把它變成 無填滿 無填滿就是底色就變成原來的白色 但 無填滿跟白色其實蠻近的啦 不過 比較正確的應該是無填滿 會比較好 因為無填滿的話呢 等於是把顏色拿掉 那你如果填一個白色 其實它就是底色是白的 它不是沒有顏色 OK 所以 建議當然是用填無填滿 那最後的話呢 再寫一個程式 把 這個排名裡面的小於等於7的 資料 把它複製到 這個地方 分別把它放1234567個號碼好了 所以呢就把它放在F2到F8的這個範圍 所以按下這個按鈕 有沒有這號碼就 把它帶過來了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呢 我們做的VBA測試 不過上個禮拜這個地方 難度是非常高的啦 所以回去一定要複習 那我看了一下 同學複習的狀況好像沒有 沒有太好 就是 回去可能還是要看啦 不然的話你VBA這個部分 一定是 會有問題的 因為這畢竟呢 又比以前 之前的函數 難度又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最後呢又要做出按鈕啦 有6個按鈕 最後這個 這個是我們要做出來的結果 OK 但是最後好像我 漏講了一個東西 就是你存檔的時候 你做完之後 你不能直接按下存檔 為什麼因為你存檔的時候他預設的 存檔格式 是 不能夠存VBA的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存對的 檔案格式的話 那你的VBA就全部消失了 還有像之前錄製聚集也是一樣 其實好像錄製聚集的時候有講 有講到吧 那這個VBA跟聚集是一樣的道理 一定要 另存新檔 所以這邊第一步 你們可能如果上個禮拜 因為最後可能 下課了 所以我可能這地方沒有特別 提醒大家 所以好像有同學 就存錯了 如果你存的檔案假設你存的不是這一個 叫做啟用聚集的活業部的話 那很抱歉喔 你上個禮拜寫的VBA 就會全部消失了 OK 就完蛋了 那怎麼辦 救了回來嗎 其實就救不回來 那變成你要重來了 這就悲劇了 OK 這就很麻煩了 所以 這個Excel裡面 每個地方都是細節啦 你只要一個地方不注意 那真的又要重來一遍了 等於是 真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用電腦的時候真的 後來真的發現 每個地方 都盡量慢一點沒關係 一定要正確 不然你重來一遍那真的是 很冤枉 OK 又要再來一次 可能要浪費時間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 像我的習慣 反正你做完一遍 一定要記得 下一次做不要再做錯 那怎麼可以做到這一點 後來我發現最好的方法 其實就把影片錄下來 像有的時候把影片錄下來 好處就是 我回頭我自己看 我自己 做的動作 我也可以馬上避免那些錯誤 OK 有的時候其實 給你們複習方便之外 其實我 對我自己幫助也蠻大 因為我下次要 再上同樣的課程 我把影片看一下OK了 我有時候 在車上我看一下 我馬上可以進入狀況 然後我也可以避免掉一些做錯的動作 OK 所以我覺得 盡量假設你將來要做對的方 對的方法的話 記得 就是要避免 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之前有蠻多同學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而且 存錯檔 不過如果你存錯檔 你假設儲存的時候 他應該會警告吧 我看一下 他會問要不要取代 我先試試看 如果假設我故意存錯檔 我這邊 加一個 零零好了 OK 儲存 他會警告 他會退到透出這個 有沒有發現 所以你假設 跳出這個警告的時候 你不要再 就有點像是 前方已經有警告訊息了 不要再往前了 結果你還是按4的話 那完蛋了 那等於你就是 他這個地方 你可能看一下 他說你 無法儲存 無法 他跟你講無法儲存 因為裡面有VBA 所以如果你假設按4的話 那你的聚集就會消失 他這裡面應該有講吧 如果要儲存這個的話 請按4 不過他可能解釋不清楚 如果要繼續儲存 為無聚集 無聚集意思是說 把程式給刪掉的話 那按4 所以他這個應該寫成 如果要儲存 的話呢 他可能要警告一下 你按4的話 那你的程式 就會完全消失不見 這樣應該寫得比較清楚吧 你寫這樣子 真的很讓人家無法理解 所以難怪有的同學會暗示 OK 所以有的時候呢 有些悲劇的發生 好像就是那個 那個提醒的訊息 真的不夠 不是那麼的明確啦 所以你會發現 很多地方的那個 警告有沒有 其實就是要讓它明確 簡單易懂 這樣的話我覺得很多事情的悲劇就比較不容易發生 OK 什麼地方會 常見啦 其實你會發現每天像 在路上的交通設施都一樣 很多地方的那個車禍我覺得跟那個 路標 不是很明確 有的時候也 蠻有關係的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們 從事相關的行業的時候 可能是不是可以 讓所有的東西做得更友善 更容易明白 這樣其實是蠻好所以記得按4 然後所以一定要記得把它改成這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這件事情做到 那恭喜你 你就對了 如果你存錯了 很抱歉 沒救了 重來一遍吧 OK 那就當成是多練習一遍啦 不然怎麼辦 OK所以你如果存錯檔 因為同學來問 OK 好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存檔格式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 好像還有同學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 我們不是有那個 上面那個箭頭其他命令 開啟那個VBA的環境是開發人員 對不對 然後開發人員的時候呢 點擊Videobasic這個地方 那理論上應該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程式在這邊會出現 可是有同學的 畫面是這樣子 他就是 這個關掉 然後呢 他可能也看到這邊有叉叉 就想要把它叉叉關掉 然後他又叉叉 看到叉叉就把它關掉 然後結果他看到的畫面 就長這樣 什麼東西都沒有 OK 而且同學 他怕我不知道 敘述不明 他就照個像 然後傳給我 我剛開始看到這照片 這什麼 是不是他拍錯了 原來我後來仔細看 原來他的意思是說 這上面應該 意思應該是 這上面沒有任何東西 怎麼辦 因為你如果把它關掉 你又把它重開的話 他還是一樣 他不會說因為你重開之後 他就恢復正常 這件事情其實說不是只有你們遇到 之前也有很多 同學 也是同樣的問題 其實也很 也不難解決 首先的話你要了解 他這個VPA的畫面 其實是什麼構成的 首先的話 左邊 左上角這一塊 他叫做什麼 他叫 檢視裡面的專案總管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小心把畫面上面的東西關掉 沒關係 在檢視裡面都有 其實檢視 其實中文意思 應該就是畫面上面要顯示什麼東西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你畫面要顯示那個東西 叫專案總管的話 那就這一個 所以專案總管是這一塊 那他下面好像還有一塊 下面這一塊叫屬性視窗 然後呢 在 右邊這一塊呢 就是 叫什麼 叫做 屬性碼 其實就是這個 不過我是建議你可以這樣學習 就是 先把那個 專案總管叫出來 這邊的 這個屬性怎麼叫出來 因為屬性基本上一律是放在模組 所以你再把模組裡面的module 1點兩下 屬性就打開了 OK 如果你把它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再把模組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就恢復了吧 那你說 老師好像 左下角這邊好像還有一個視窗 不過跟各位講 目前用不到 所以你如果不小心把它關掉 沒有關係 不打開 不影響 那你說老師 可是我覺得不打開好像感覺怪怪的 因為他原來有 現在不存在 感覺好像少了什麼東西一樣 我可不可以把它恢復呢 其實也很簡單 那個東西要屬性視窗 所以你在檢視裡面 找到這個屬性視窗 按一下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它就跳出來 不過這個屬性視窗 它跳出來是很奇怪 它就會把專案總管蓋住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把它這條線 移下來就可以了 但它不會擋到 OK 所以特別之后 本來如果擋到對不對 沒關係 把它向下拉下來就可以了 再不然你實在不喜歡它 你把它關閉 可以啦 屬性視窗OK 關掉沒關係 其他不要關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假設你不小心 關掉這個所謂的專案總管 如何恢復 很簡單 檢視裡面的專案總管 就出來了 然後呢 這邊的程式呢 就是直接 打開它 那至於屬性視窗 開不開無所謂 看你高興 如果開你覺得OK 讓你覺得 比較 好像沒問題 那你就開一下 OK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上個星期的一些 問題啦 重點我大概 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那至於這個程式 這個姿態小啦 一樣工具 選項把它 撰寫風格 調整到14號字 我覺得比較剛好 那看起來就OK了 所以上個禮拜 等於是有 六個按鈕的話 一個按鈕就對應到 一個SAP了 所以你會發現模組裡面 理論上就會有六個SAP 那第一個SAP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有沒有 就是 當然你不一定按照順序排列啦 比如說這一個SAP 它對應到的就是按鈕 有沒有 所以 這個SAP 就對應這個按鈕嘛 那這個的話就對應到這個 所以將來的話呢 有幾個SAP 乘式喔 所以一個SAP 就是一個 一支乘式啦 一支乘式 那所以有六個按鈕就六支乘式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對照關係 好 那 所以呢請各位 試著把 上個禮拜 剛剛講的重點 再稍微複習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上個星期喔 如果存錯 檔案格式 的話 那 怎麼辦 沒解了 就是你要重做了 OK所以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就只能 再開啟 Visual Basic 然後再插入模組 因為模組不見了嘛 然後 再把上個禮拜三六支乘式 把它寫上去 OK 那這樣就 基本上就完成那個 六個 那按鈕不用重做啦 按鈕你只需要怎麼樣 在按鈕上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的聚齊名稱 比如說 樂透彩你按右鍵 指定聚齊的時候 再去找到那個樂透彩的名稱 把它點一下 它就連結了 你不用重新再 再重新拉那個按鈕 你按鈕 你就直接按上面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的 這個聚齊 那就OK了 試試看好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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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